昨晚上下了一层清雪 咱们这个火炉上今天烧了两大门罐两锅水 今天我媳妇要在家洗洗东西 洗洗一些被罩了床单了还有衣服啥的 马上快要过年了吧 还有个不到一个月就过年了 在我们这地方高寒地区 然后农村也没有自然水也没啥的 也没有下水的地方 只能说是在屋里拿水桶往屋里淋水 然后得烧点热水还得 然后对着洗衣服 洗衣服挺费劲的办事 好了现在还有个洗衣机的 像以前没有洗衣机的时候都得拿手搓 那洗的更费劲 屋里地方也小 屋里地方也不大 然后洗完以后晾的地方都不太宽敞 只能说先给它冻到外面一批 然后在屋里晾一些 屋里晾干了 然后把外面冻这个 再拿屋里来 再搁火墙上再给它烤干它 就这么烤干 这个就是我们的鸡井 我们平时用水啥的 吃的水和用的水 都是从这个鸡营里边抽出来的 这个鸡营一般都是十几米深 底下有个浅水泵 然后用垫的 用垫水泵往上抽的 这个井水是非常清澈非常好喝的 洗上了衣服开始 把洗衣机轮上了 这家伙把衣柜里衣服啥的全都折腾出来了 这都要洗一遍的 因为在我们农村灰尘比较大 这屋里边烧这个火炉 这灰尘比较大 放置时间长了 它都有灰尘的 所以说都给它洗一遍 清洗一遍 看看把衣服啥的都晾在室外了 这用不几分钟就冻得到哪呢 这衣服拿出来一会儿你看 成棍子 冻成棍子都 直接就可以拿着它 你看 这这个衣服 一会儿功夫就冻成棍 晾这一大六个衣服 全都晾上它了 冻上它了 这也给它 现在我去整整牛圈去 把牛圈收拾收拾去 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谢谢朋友们的一路支持 下期见朋友们 再见再见 下期见 下期见 下期见